来看看 一会儿嘛 评论菜在评论区说了一套一套的 想教他做个菜比登天还难 这主要是剧情虚 如果想看我做菜 请在评论区抠一 我让编剧帮我编成主角 你都不要抠一了 今天我就让你来做 还不要跟你开玩笑 鸡用老半花洗一下 锅中烧开水 把这鸡换进去给它烫一下 烫到鸡外皮缩缩为止 把烫好的鸡把头卸下来 趁热抹上老抽 抹均匀后放一盘晾干 油烧到五成的放入葱 蒜 熬到这样子金黄就可以了 要把这个葱和大蒜给它捞出来 先把鸡捞进去上 鸡叫成这样子上色就可以了 要给它捞起来 捞在一盘备用 锅烧热 放油 放入姜片 把姜片煸香 放入排骨酱 继续煸炒 把排骨酱炒出香味 加入料酒 加入开水 放入刚才捞出来的葱和大蒜 放入盐 生抽 老抽 糖 味精 鸡精 给它再熬十分钟左右 熬十分钟后 放入鸡 师傅 很多人一说到米菜 就觉得都是糖醋味的 都偏甜 这些都是偏见和物质 我们米菜以香味建成 同时米菜还具有 芬 香 醇 福利的特色 欢迎大家有空来福建做客 来福州逛逛三款期限 我们大福建欢迎你们 十分钟的时候给它换个面 用逐天给它搓几个洞 继续再煮十分钟 好 时间到了 出锅前加入葱葱油 起锅 实在太香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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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